这个患者的话是之前来过 那时候登记走速 但是他不是使馆 有个什么平滑肌流 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那时候复查了一个胃镜 你们说 他就想来 你们怎么问一下 看他应该怎么治疗 这个是QC 这个是经营干做的 然后这个是经营的 就是因为要做不在同一侧 就是要分害什么 因为使馆了要从右边做 你这个结结了又长在左边 他现在有没有吃饭不舒服 没有 要不就使馆就再观察一下 因为他毕竟也是良性的 先把这个恶性的处理掉 好不好 使馆那个能不能在内经下处理 也可以 就看他们的水平了 有的人就能处理掉 有的就是你要办法 就是要靠那个 外壳来做 因为大概是 2.5公分吗 2.5公分 因为我一直 我也一直问我爸爸说 有没有吃饭 有什么不舒服 他说没有 嗯 那就 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肺上 如果说做的话 他肺上的那个呼吸之后 大概要多久才能够做 这个一两个月就可以 一两个月是吗 一个月后基本都可以 好吧 那就是说 那个肺上的 那个手术的那个方案 就做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 那用的是那个什么 胸腔镜 胸腔镜 是那个单孔的 对 单孔 对 那是那个用那个肺断 还是要 歇歇 歇歇就行了 对 创伤很小是吗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他那个就是 呃 看 你不要急 别急 别急 就是就是他肺上 是不是还有一个 那个实性结局 那是良性的 那需要处理 用那个会消 那他那个 是属于什么 危景认可能 那我想问一下 像这种的话 如果说在一两个月之内 做会不会进展很快 不会 就是一两个月内 可以再来做就可以是吗 对 因为我那个孩子什么 我要安排好了 对 没问题 没问题啊 那其他就不需要带过 不需要 好的 行 谢谢你